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八八理財友邦 給您財富恩次方 您好 我是芝玉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封印投顧的董事長何金城 陳哥晚安 芝玉好 全國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全要財經的分譯師程維泰 維泰好 芝玉好 大家晚安 還有亞洲投顧的資深分譯師 謝忠玲 忠玲晚安 芝玲好 大家晚安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今天幫大家準備的主題 非常精彩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首先我們來看看 第一銀行爆發盜領案 這個阿東阿把錢通通領跑了 然後人跑了 但是你這時候就會好奇了 他們總共領了7千萬 7千萬哪裡去 他7千萬有辦法坐飛機離開台灣嗎 這一點大家想不通 要嘛錢還在台灣 要嘛他的錢怎麼樣匯出去 今天幫大家找到了 他可能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把錢洗出台灣囉 那麼再來我們就要請 承恩哥幫我們來好好看看 接下來這盤怎麼走 今天的大盤已經過了 前高8840 今天剛剛好收在8841 那個股的部分呢 要怎麼挑 怎麼選 承恩哥說我們就從 營收創高的小尖兵來開始挑 待會有承恩哥的選股 再來藝文團 當然就是要請到最認真的 維泰來幫我們好好看看 您的股票該走該留呢 節目非常精彩 不要錯過 我們首先呢 先要有請鍾琳 來鍾琳幫我們看看 第一銀行這個盜領案 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啦 但是那個社會事件的部分 我們就不多談 我們來看第一金 這個第一銀行被盜領7000萬 我是不知道7000萬 對他們來講可能九龍一毛 因為今天股價沒有什麼 沒什麼 因為這個對於那個 他們的那個客戶 是不是會有保險啊 這種被盜領的風險 不是啊 保險會賠嗎 沒有保險啊 因為他是ATM自動吐槽 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啊 對啊 所以他沒有任何客戶是受到損失的 你懂我意思嗎 銀行 就銀行自己衰 銀行自己衰喔 朋友只要有第一銀行 都去刷刷折子 你們有也趕快去刷一下 看你們的錢有沒有被偷 錢不會不見 因為他這個不是透過戶頭去盜領的 他是透過提款機 然後你也沒有 所以提款機等於就是銀行損失啦 對 銀行損失 銀行損失啦 就是我們不會怎樣 那銀行損失嘛 對 沒錯 還是這樣他衰嘛他自己想辦法 那但是你看他的股價 今天其實不太動 但是我們好奇的是 因為我們還是簡單講一下 是壞人很多啊 其中兩個是俄羅斯人 對不對 俄羅斯人 但是俄羅斯人他們已經跑掉了 所以這七七萬就消失了 對不對消失了 那但是你如果是俄羅斯人 跑到台灣來領的話 因為據說他們在國外有類似的狀況 好那他把錢要怎麼弄出去 這才是大家關心的 錢是不是跑了嘛 我們來看到大家說 有可能用比特幣喔 比特幣就可以讓他把錢喔 欸就這樣轉出去 洗錢都這樣 我們來看看這比特幣 怎麼樣一個轉法 這個是中國大陸他們有優頓 這個優頓有一點像隨身碟 但他裡面就很像是你的 就是一個密碼就對了 就是密碼 就是密碼 那叫優頓 然後優頓可以跟比特幣互相的 他們帳戶是通的 我的比特幣可以透過優頓換成現金 是這樣嘛 他們就說呢 以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用洗錢洗洗洗 欸就洗出去了 終於你來看有可能這樣嗎 其實不是說有可能這樣 是洗錢的話基本上就是這樣 洗錢就是這樣子是不是 就是你這邊一定是錢嘛 錢換成比特幣 欸我們現在是犯罪教學嗎 好那你稍微講 那就是錢換成比特幣 最後一個一定是比特幣換成錢 只是中間這邊你要怎麼樣 讓警察不會抓到 所以這邊一定是全部人頭 這邊已經人頭 都是人頭 那人頭的話怎麼樣 像這個就是比如說 我錢換成比特幣對不對 那比特幣是虛擬的 那虛擬的就是我用人頭戶先開什麼 先開個比特幣帳戶 那比特幣帳戶開完之後再怎麼樣 再怎麼樣就是我比特幣 我要換成錢嘛 但是我中間是不是要做一個 做點手腳讓這個警察 抓不到我 所以就是現在有手機嘛對不對 手機的這個APP APP它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比特幣的帳戶 裡面的比特幣 轉到另外一個比特幣的帳戶 就是把錢轉來轉去轉去 讓你追不到對不對 就是我比特幣帳戶換一個帳戶就對了 因為可以轉嘛 就用手機的這個APP去轉 轉完之後怎麼樣 我是不是就跑到另外一個比特幣帳戶了 對 那最後一個步驟是 再把這個比特幣的帳戶裡面 的比特幣換成錢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前面 我們來想成是這一次 那兩個俄羅斯人好了 前面這邊是銀行 它在台灣領了嘛 那錢都飛過來了 7000萬 所以呢 它就想辦法先把它 弄到比特幣帳戶裡 對 現在比特幣 一塊比特幣是合2萬台幣 好多喔 所以就是你7000萬的話 就買比特幣 7000萬的鈔票不知道有多種 總要問一下陳恩哥 看去那個電話接 放在就轉出去了啦 還要轉那麼麻煩 這很方便耶 陳恩哥我們沒有 這很害怕你 我們沒有看過7000萬 等一下陳恩哥你先讓我問 陳恩哥我們沒有 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包含中國 我們都很清楚嘛 我們也 我們的 台灣很多洗錢的是不是 銀樓對不對 你在即使十一提到 提去那個 這個 那個 迪化街把它一放 就好啦人就走了啊 那你先告訴我7000萬的新台幣 到底有多種 70公斤 我們是沒有看過 70公斤 大家就知道 70公斤 因為它是提1000塊的 那如果提2000塊 就35公斤啦 就是這樣啦 是這樣 對對對1000塊 中鱗你有沒有70公斤 差不多啦 70公斤而已 所以就是一整個中鱗這樣 就是一個 一個行李箱這樣而已 這樣就撸走嘛 對 但它沒有辦法撸走 會被發現啊 不是啊所以 所以它很簡單的 就透過中鱗去這裡就洗一下 開玩笑 開玩笑 啊不然喔 沒有很多方式啦 就是中鱗就比特幣了嘛 比特幣也是一個方法 就出去了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 地下管道 地下管道 你會把它弄掉 它就 而且直接斷點 對 你都不用匯嘛 因為你是指定海外賬戶 它那個交易叫做哈瓦拉的 一種交易的方式 其實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啊 中國大陸那個黑錢怎麼洗出來 你就是中國大陸交人民幣 然後指定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帳戶 他就把你匯進去啦 那你現在它這兩個 這兩個一定也是很厲害的啦 你現在探討的其實不是這個問題 為什麼就發生在議員 因為那一種機型的機台 在台灣的四千九百九十九 對為什麼偏偏議員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鬼啦 因為他專找議員的 他為什麼不來多一點人 把四千九百九十九台全領光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對好 但是現在像誠哥講的 其實洗黑錢很多方式 比特幣現在變成也是一個方式 對不對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看 那比特幣果真喔 今天盤面上是有反應的 大家發現說可以這樣 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這個世新今天直接漲停反的一個價位 那比特幣對人民幣我們來看 其實今年往上飆的一個速度也非常好 對因為今年 其實你可以發覺 其實今年人民幣它是幹嘛 它不是漲 以前都是漲對不對 今天人民幣是貶值的喔 那貶值 那比特幣其實在這幾年它在漲 是因為人民幣這個 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其實它的交易是開始很熱絡 對 很熱絡 當然第一個人民幣它是貶值嘛對不對 那貶值如果說你手中只有人民幣 在貶值的話你會想幹嘛 我買個可以保值的東西嘛 對 那以前保值是買什麼 黃金啊 買黃金 對 但是是買黃金 那黃金黃金那麼重 現在變成買虛擬的 現在買這個 對就買虛擬的 而且這個東西它是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炒作的 對 而且它會一直在升 對我記得在前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跌到很慘 對 那個時候如果說我用一台挖礦機 挖根本賺不到錢 你扣掉電費的話 一個月成本是2000多塊 我一個月挖老半天 也還做2000多塊 扣一扣賺幾百塊 好 所以在前幾年其實是沒什麼賺頭 對 但是呢因為它是一個 算是可以保值的東西 嗯嗯 所以呢就是剛才 然後又可以炒作 看著被炒起來 一年漲三倍 對因為那時候很慘啊 現在又漲回六百多塊 那時候炒到是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講的時候 更高是不是 是一塊比特幣是合1000塊美金 1000塊 哇很多喔 現在才六百多而已 好我們來看這是國內相關的一些 這個比特幣的概念股 像是世新啊 華青 印太台台積電創益 這些是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好 那當然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比特幣喔 也就是呢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一營的一個事情喔 那麼帶大家來稍微看一下 不過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有請這個鍾琳來 就是因為鍾琳也是一位 非常愛玩電動的宅男先生 現在聽說不能講人家宅男 好像有一點不禮貌 但是就是一個遊戲玩家 就是 反正遊戲玩家大部分 大家都說宅宅嘛 熱衷遊戲的玩家 我們來看就要請這個 鍾琳幫我們介紹喔 這個是現在最夯的 但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知道可能真的落伍喔 對不對 這個是神奇寶貝 然後你不要想說那小朋友在玩 欸現在有新的手遊 任天堂 之前呢任天堂是很不屑 跨入這個手遊的一個產業 對不對 他不屑嘛 他覺得你們那個 電動而已 太low了 很low 好 但是呢 他後來想想 欸不對 大家手遊好像賺蠻多錢 這整個蓬勃發展 他說我也來 好 所以呢他推出了這個叫做 神奇寶貝的手遊 叫做 Pokemon Go Pokemon Go 好 還要這樣唸 好 然後呢 然後我們來看到 他這個一上市不得了 瘋狂 所以他的股價也跟著標 這標很多欸 因為他現在他推這個神奇寶貝 他是顛覆了現在所有手遊的這個玩法 對 因為一般來說啦 我們玩手遊的其實都是 當然第一個遊戲好玩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知不知道 我玩遊戲我都不運動 我對身體會不好 所以他是健康遊戲 對 但是呢 但是因為太好玩了 我實在捨不得 我要把這個關卡打完 打完不好意思很晚了 我也累了 所以我沒辦法運動了 如果說他現在推一個遊戲 如果說有一個遊戲 對 我可以打電動 我又可以跟人家對戰 打來打去 很好玩 然後呢 又可以讓我運動 所以這是他現在 據說他現在美國 然後在紐西蘭 在澳洲都上市了 然後本來是全世界都要推這個遊戲 結果後來搞半天伺服器當機 因為太好玩 大家都要玩 所以現在像我們台灣 就還不行 對 大陸也不行 日本也不行 現在還是只有美國 因為人都太多了 都太多人了 我們來看他這個遊戲 其實這開發商是這個部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其中還包括了像Google 對不對 這個Google分出來的公司 來跟他做這個 合作開發這個遊戲 好接下來要重點 大家來看看這個遊戲怎麼玩 怎麼樣讓這個有健康的遊戲 來宅宅 就是他玩的一個頁面 宅宅出門嘛對不對 當然就是你什麼帳號密碼 注入之後就是你要準備開始玩 對 那你要開始玩就是 你要有神奇寶貝 就是你要有你的部下 我們講部下好了 那這個部下就是神奇寶貝 就是你的口袋怪獸 對 那你要怎麼抓他 所以我剛開始玩的時候 是沒有怪獸 就一隻都沒有啊 一隻都半隻沒有 好然後怎麼抓 你要怎麼抓 當然就是他會有那個Google的定位 所以為什麼剛剛會有那個 看到Google的子公司 對 就是Google定位 所以這是Google地圖對不對 對Google地圖 然後這是你的位置 這是我的位置 對然後 這就是我附近的地圖 對你附近的街道 他是Google定位 然後怪在哪 你看到這個地圖之後 當然你不知道怪在哪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要去運動 你要去走路 我走路幹嘛 就是你要去散步 就對了 你散步你才會遇到神奇寶貝 我要散 對你要去找 像這個就是 他就會告訴你神奇寶貝在家 對對對 就是比如說你手上有手機 所以我那個Google Map 然後他就出現在那邊 我就要走去那邊找寶貝 沒有沒有 他不會出現在哪邊 你完全不知道神奇寶貝在哪裡 然後 我要出去隨機換走 你要去尋寶 就去找你的神奇寶貝 就到處走 然後如果說附近有的話 他就會開始這樣震動 就寶貝快要出現了 就是你的手機會震動 你不用一直盯著手機 因為他也不要你當地頭組 有的人就是玩地頭組 撞到電線桿 對 就是你也不用看著你的手機 你就拿著就好了 然後你就一直出去亂晃 對你就亂晃 去做運動 然後我就遇到一個寶貝 然後當附近有神奇寶貝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嗯 就會震動 你就知道附近有 然後就打出來看 打出來看就像這個樣子 你在這邊嘛 對然後寶貝就在這邊 比如說寶貝在前面 你就抓起來 就是這個紅色點對不對 你到這個神奇寶貝的那個圖像裡面 我就要抓他了對不對 就可以抓他 我就開始抓他 然後像他這個 為什麼這次講說 他叫做擴增實境 因為他的背景 會是你現場的接近 對沒錯 你是拿著你的鏡頭對著他 對是拿著手機 手機對著他 但是你在你的肉眼看 基本上就沒有東西 但是你的手機裡面 他就會跑出來一隻 他就會跑出來一隻 對他跑出一隻 聽說這隻叫做傑尼斯龜 他很 我剛才去查 他叫傑尼斯龜 他是烏龜 對 好啦然後我們看到他還講說 為了讓宅宅出門健康遊戲 所以他會叫你去各式各樣的地方 對 比如說你去水邊 你就會抓到那個水系的寶貝 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啦 可能龜也算烏龜也算水的 沒有啦有水 反正這個很多系 他們雷系電系 進步水滑圖全部都有 山上就會有草系的 對沒錯 的神奇寶貝對不對 然後另外我們的棕林 還特別來幫我們這個 因為據說 這個棕林有一個遊戲群組 大家都在玩遊戲 對我們好幾個遊戲群組 欸這隻狗是什麼回事 這個狗是 他為什麼也要玩這個遊戲 我現在所有的遊戲群組 什麼魔獸什麼什麼那些朋友 每個現在都在玩這個 都準備要玩 因為現在台灣進不去 太塞了 那因為你抓到那個寶貝之後 你要幹嘛 你要練功嘛 因為你要對戰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你有玩我也有玩 那我們有五隻寶貝 是不是可以對戰 我抓到寶貝之後 要把他練得更強大 對然後要對戰 就像那個卡通一樣 那個練等級 你要練他就是 練等級就是 你要運動 你要移動喔 你要移動 所以就是我練到他之後 我要自己再去跑步 對我不能說我抓到他之後 放著不理他 不理他不好意思 他永遠都是一級 以前練功是一直點他 現在不行 我要自己去運動才行 你要移動 就是他會定位你的位置 就是你要移動 狗是他主人不想移動 把他放在他身上 對就是有時候就太懶了 我抓到寶貝之後 他說好累喔那怎麼辦 來小白 把他放在狗身上 然後我們又有狗 你現在是小黃 對小黃 小黃 像小黃去幫他練功 對小黃你去幫我練功 你去幫我練功 你就去跑 你就去運動 對就是狗狗幫他練功 對狗狗幫他練功 你有貓什麼時候看 那這樣以後 計程車有生意囉 就變成幫我練功 這是什麼 他有一些很特殊的 像比如說像很多 巴黎鐵塔 對很多遊戲 他都有什麼特殊的英雄 像這個遊戲裡面也有 就是很特殊的神奇寶貝 你要去很特殊的地方玩 我如果去巴黎鐵塔 我才抓得到這一隻 對對 也就是這一隻 只有在巴黎鐵塔這邊 你才抓得到 這巨石鎮我知道 英國的 這叫什麼 這外太空 只有太空人抓到 像話嗎 這什麼遊戲 所以這些就是 比較特別的一些 對就是比較特別的 他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你才抓得到 對 然後我們來看 這比較平常的 這個是在快艇隊的球場 就有人抓到寶貝了 因為現在美國是有得玩的 NBA也抓到那個捷尼斯圭 所以你到球場去 也抓得到特別的寶貝 他就是逼你 你要看球 逼你出門 逼你出門 然後你要去過你的生活 不要老是在家打電動 你要去散步 然後要去運動 然後要去看球 這些地方 有時候就是你會抓到什麼 你會看到這些神奇寶貝 當然你的肉眼裡面 你一定看不到這個東西 對 但是你要手機拿起來抓 對 但是當這一隻出現的時候 你的手機就會怎麼樣 震動 就會震動 你會知道 我附近有一次神奇寶貝 趕快抓起來 他就拿起來 然後準備抓這一隻 趕快抓他對不對 他叫做卡達 這個我們弟弟還特別去查 然後這個是據說 就是為了抓那個寶貝 還抓到了男朋友 對 沒錯 對 沒錯 我真的覺得 你為什麼給我抓一張這個 感覺因為膽膀要猥褻 他應該是林奈瑤 那個魚乾女 本來是這個 感覺是宅女 每天在家打電動 他為了要抓 他要出去抓寶貝 結果他說他抓到了一個 這是 美國的一個男明星 據說很帥 我就覺得還好 隨便啦 他覺得他很帥 然後他們兩個同時要抓 那個神奇寶貝 抓一抓他們就在一起 對啊 所以也是我愛紅娘 因為就是 因為就只有一隻 比如說在一個街角出現一隻 如果兩個人同時要抓那隻 就只有一個人可以抓得到 所以就可以 所以如果被人家抓到的話 你會說 怎麼不見了被抓走 我的寶貝被資訊抓走 然後呢 因為大家都玩同一款遊戲 對 所以怎麼樣 話題很 你有什麼 我們來對戰一下 我覺得蠻好的 這樣的遊戲就可以真的 逼大家出門去 對 沒錯 讓你到各式各樣去 抓不一樣的寶貝 然後交朋友 對 沒錯 所以他顛覆了現在 所有的手遊玩法 我覺得他另外一個顛覆的是 他讓AR這樣的一個遊戲 這個有落實的感覺 之前我們一直在炒VR對不對 但是VR你還要再去買一個 新的硬體來 而現在的AR 你直接用你的這個 行動裝置就可以 而且他就 你看看這個 他的一個頁面 這是國外他們玩家的 抓下來的頁面 你看他就是 這就是他去的地方 對 就是一個野外 然後他就用他的鏡頭 這樣一看 他就會有一個虛擬 這叫擴增實鏡 就是有假的 有真的 這樣混沖 這會是未來 比較有機會的一個部分嗎 我認為是非常有機會 因為以我玩手遊的經驗來看 或是玩遊戲的經驗來看 我認為這個遊戲一定大賣 我們以前玩的遊戲 全部都是虛擬 對 那它是有虛擬有實際 對 而且它是可以運動的 就是你越玩 你身體會越健康 所以這個遊戲就我看 我目前來看 它一定是大賣 而且一定是 很多的廠商 看到這個遊戲成功之後 一定會怎麼樣 複製 我們其實我們剛剛那個 我們的企劃 它就已經玩了一款 台灣也有 叫什麼 叫什麼 怪獸社區 怪獸世界 也類似 它就打開來 就是我們三立附近 然後就會有很多怪 它就要走到那個地方去 走到對面大刃發 就有一隻 它要去打它這樣子 就類似的 對 大家有興趣可以玩玩看 這一款是任天堂出的 對不對 那我剛剛特別問周妮 你說 那我們有什麼相關供應鏈 他說沒有啦 你直接去買任天堂 因為它就是手遊嘛 就是手機而已 手遊出來那麼久了 其實你有聽過什麼 比如說像刀塔傳奇 你有聽過刀塔傳奇什麼 供應商 那個什麼 鋼鐵骨嗎 沒有 但是因為任天堂它的確大漲 因為像如果說 像這個玩這個遊戲 現在才三個國家 就已經漲成這樣子 對啊 而且玩這個遊戲是 你要 因為你寶貝費越多對不對 你要有地方可以讓它住 你要花很多錢 你要住 然後住 你要讓 然後讓它 要買東西給它 然後訓練它 這個你要花錢 對 那其實手遊裡面 其實課金的玩家 很多 對 就是會願意花錢的玩家 而且現在目前聽說 因為像很多手遊 其實都會有一些 比較高端的 種那個土豪對不對 我們都說土豪啦 但是像這個遊戲 目前為止 比如說像澳洲這邊 他們在講 他說土豪是超多 大家都很願意花很多錢 大家都願意花錢 對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遊戲 基本上它只會 像任天堂這樣 我認為它的股價基本上反應 那反應的話 其實就五成而已 其實我的看法是 我覺得很賺錢 我認為這個一定大賺的 一定大賺 如果台灣的話 台灣我認為其實沒有什麼相關的供應鏈 因為它就是手遊而已 所以你說只能付委託 所以就直接付委託 我已經幫你問過了 直接付委託去買日本的任天堂比較快 這樣就OK 好 非常謝謝鍾琳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大家 你一定要認識 以後應該是大家都在玩的遊戲 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今天台股的表現 今天台股是一路的往上走高 最後收在最高點 在8841 一月過了前高 好 那麼我們要來看看 國際盤的表現 我們來看目前 這個國際盤 那麼在歐洲股市的部分 其實還是持續大漲的一個表現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個 現在再包括法國跟德國漲幅都超過了一個百分點 反倒是英國沒有什麼漲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美國的電子期貨盤 現在依舊是上揚的 幅度大概在0.4%到0.5%之間 那麼今天台股這樣的一個走勢 我們要有請誠哥 誠哥來幫我們看看 台股 我記得中午我們在連線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在過不了那個8840 8840.58 碰到就下來碰到就下來對不對 前一個高點是8840.75 最後一盤 最後一盤就給你過 我覺得有點奸詐 但是還是收上去對不對 今天量也很大 974億 連續兩天 900多億的量 外資昨天買146億 印象非常深刻 他今天再買124億 然後他的期貨多單又給你加 現在已經是65000多口了 很厲害的盤 誠誠哥來看看 這是今天過高 過高在這裡 8840.75 剛剛誠誠哥告訴大家 今天在8841.46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小數點 但是這兩天 我聽到很多觀眾朋友 投資朋友跟我講說 都沒賺到 去台積電那一款 昨天去台積電跟中華電信 不是都沒賺 今天去台速 今天去台速 這幾天又去中華電信 對啊 觀眾朋友 你有中華電信 你打電話來講一下 很少啦對不對 大家都在買OTC 也不是在買OTC OTC是一部分的 中小型的股票 你不用擔心 這個東西大家不用擔心 他如果把台積電 漲到500塊好了 不要說500塊 200塊 那把中華電信 漲到150 你就不用怕你的股票 漲不上去 因為你漲到最後 你的本益比 就一直往上拉 他們本益比一直往上拉 那數再高也上不了天 很簡單一件事情 台積電可以漲到400 超過兩倍市值的intel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困難 那不太可能 那除非intel也跟人家漲 那我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做多的 你如果現在急的是 像熱鍋上的螞蟻 通通是做空的 不是做多的 那做多的你不用怕 你把那個股價 把它拉高本一比以後 你底下自己 就跟上 你怎麼這麼像 你怎麼這麼像 就是這樣 滿地式黃金了 就會被人家 有一些股票就會被人家 劃線往上走 你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大盤已經過高 我們OTC 有沒有機會也過高 OTC 其實我們OTC 有滿多的指數的權重 是在生計 對 對不對 可是這個月就生計月 對生計月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現在最高價的生計股 已經不是耗點了 是叫做康有 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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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大盤不一樣 你看看看看 跟大盤一樣嗎 他OTC壓下來的原因 所以你要長起來 這一些要長起來 是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看生技臉色囉 OTC 對對 因為生技 因為OTC的有一部分在生技 權重 你要看權重 還有另外一個前幾名的 就是那個 什麼 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 IC設計的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 所以這些就是要撐上去 對對對 但是世界先進有漲 有啊 世界先進有漲 最近IC設計都還蠻強的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如果誠哥說這個 大盤過高了 然後OTC有機會 生技股往上帶跟上的話 我們先今天幫大家挑的是 最近又看外資臉色嘛 外資熱錢來 外資買的OTC 會不會是接下來的 大家有機會宣布 你看剛剛我們撿到權重了 欸 跑掉了 對 來來來 就世界先進 來來 淡姐 淡姐 我給你一支筆 我們的筆跑了 來 跟那個寶貝一樣會跑掉 我們把它選出來 幾個股票 一個 這是算權重比較重的 因為你要指數要過高 已經權重 那因為他看總市值嘛 總市值的時候 世界先進排在很前面 原來最高是在擺第一的 那後來你看到那一個 生技股往上走 就超過它 所以你要去看那兩檔 我們剛才4147 4174 它是權重 有賺權重了 那這一個它已經上去了 電子股上去 我們來看台藥好了 這台藥是6274的台藥 你看6274的台藥也是這樣上來 它的角度其實還算強的 這個你回過頭去看底下法輪買超 你就注意一下 那來就法輪買超的 最近兩天 最近賣完以後 最近法輪買超又買上來 買了就上來了 對這是連買的 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機會 大家跟一下 其他部分的重點的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看它的法輪買超 因為這一些權重都不是非常重 只有這一個我剛剛講的 這權重重 還有其他 你OTC要過高 一定要生技股過高 就是這樣 那生技股過高 生技月是7月20號 那7月20號今天有一個 比較可喜的一件事情是 那個 懷特 懷特 懷特本來解盲失敗沒有跌停 他今天還還紅 對啊 收盤是小跌 所以你就看到接近那個時候 新藥股有沒有往上走 因為他們是股價高嘛 對 那所以它的市值影響就比較大 很簡單 如果你假設 假設明天這個新藥股的 這個耗鼎跟 耗鼎都漲停 那指數就過高了 指數就過高了 這是有機會的對不對 就看生技股表現 好 那麼再來呢 我們要先請陳哥 來來來幫我們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問 我們的觀眾朋友問很多 來 我們很快幫他回答 來梁維 梁維剛剛其實也在OTC 這個投信買超 梁維還能不能續爆 梁維的基本的架構是這樣 他是這個 我們一般現在 那個叫做什麼 的概念股 就是說 什麼 吹風機的那個 Dyson Dyson Dyson的概念股 他今天 他這一次的股東會有講說 我接到了Dyson的單子 對 Dyson的單子 那個吹風機 直接說 一萬多 一萬五千多塊 吹了會頭髮變紫 不是啦 不是啦 你燙得被吹到變紫 他說不會過熱 他都不會過熱 一萬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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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也買一個Dyson的電扇有沒有 就是很漂亮 但是不會涼 但是也要快兩萬塊 我不懂買那幹嘛 漂亮 他是電器界的Apple 對 他就是賣那個牌 所以他基本上 因為他連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吸塵器 也好貴喔 吸塵器 吹風機 對 那他就打進去 他的功能 所以他以後會變得很厲害嗎 其實他也接Apple 他也接Apple 也接電器的Apple 所以他這一次 今天報紙寫了一點點 他說他去年賺兩塊二 他說今年要賺三塊五 所以這個有機會 對對對 那續報就好 續報就好 來我們來看他問6209的金國光 金國光怎麼看 6209的金國光 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我們講 剛剛講到AR對不對 在之前講到VR對不對 那金國光是供應誰的 供應Sony的 Sony有VR喔 Sony有VR對不對 SonyVR 人家現在試調說 以後VR 所有的機器都出來 Sony會佔六成 因為他賣的又便宜 因為他好像賣的是 HTC的六分之一價格 對 而且他現在的用戶就很多 對對對 用戶就很多 所以對他來講 因為他還沒有賺錢 但是他的股價 我認為 如果在這樣SonyVR的概念之下 我覺得他會複製有一檔股票 我以前講說 他每天漲一毛就可以 那叫3380 你看 現在所有的汽車電子都摔下來 像同志摔下來 他股價這樣漲起來 從我們一開始跟他講他 他還漲了四成 沒有一天漲停過了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死樣子 就一直漲慢慢漲慢慢漲 其實像這種股票低價的 其實最近很多有很多機會 這是有機會的 好 欸欸欸欸欸欸 走去哪裡了 走去 走去 來自圓 自圓怎麼操作 3035的部分是這樣 你給我看 這樣嘛 這個位置 今天好像最高好像37 這個位置好像368 他剛好是打一個底部有量 那你就看一下法人有沒有買 因為自圓的概念基本上來講 他的體材還蠻多的 那最起碼我們先看營收 營收六月份的營收 他是創了 對他是這樣子 六月份的營收創了 42個月的新高 42個月 42個月嘛 它之前法人一直賣賣賣賣 後來也不賣 賣賣賣賣賣賣 在這裡賣啊賣賣賣賣賣賣賣的很開心 嗎 然後就套一句我們小鮮肉講 一直賣一直賣 奇怪都賣不下去 不知道是誰接走 那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只看一個 不是只有看這個 我們看這一次六月份營收裡面 有一家公司的營收創歷史新高 叫做聯電 它聯電集團 那聯電接誰的單字 就接一堆他IC設計的單字 所以他今天起來 今天連那個任天堂 講到任天堂而已 那個原相自己就跳起來了 但是原相跳起來那個 旺宏是跳下去的 奇怪 所以這個基本上應該是跟 聯電這個概念 體系去做聯想 好 非常謝謝程哥 那麼先幫我們回答到這邊 好 那麼再來我們要有請維泰囉 維泰來幫我們回答一下 觀眾朋友先問4735 這應該剛好就是生計股對不對 來 剛好生計月 生計股 這問得剛剛好很中心 來 對 那而且好展 這近期他的一個股價 反不往上墊高 那麼這條線叫做外資的成本線 我們加過很多次 他如果說能夠跳上去 站往外資成本線的話 基本上就是隨外資在掌控的一個盤式 那只要外資他還在持續在做加碼的話 那麼這個盤 這個股價應該就還有往上再做走高的機會 這大物持股也跳太高了吧 對 而且1000張以上的大物持股的比例 是跳躍式的成長 對 目前看起來還在持續往上做增加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可能是因為他的本益比實在太低了 很多的生計股的本益比都是30倍起跳 甚至有些是40倍 50倍 有些生計股沒有賺錢 那比股不會痠 無限大倍 對 無限大倍 無限大倍 它本益比才13倍 這其實以他目前的這樣子的狀況來看 出版面不錯 本益比現在偏低 那現在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應該是可以先做續爆的 好 這個是好展喔 好 那麼再來我們看 觀眾朋友問的是人保 好 記得我們在上一個禮拜跟大家說到 上禮拜其實人保還在這附近嘛 那我們說他應該可以稍微忍耐一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外資還在買 是 外資還在買 那這條線是什麼線 外資的成本線 所以我們說他還沒有去正式挑戰一下 這外資成本線的話 是要忍耐一下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看到當時啊 千張大戶的持股比例也在持續做增加當中 所以目前看起來外資跟大戶都站在買方 所以其實如果說接下來沒有兩天 隨著國際股市的一個大漲 他成功做突破了 那麼可能他的整個 這個應該有點像頭肩底 對 複合式頭肩底 那他整個複合式頭肩底就能夠正式成型 所以他就正式拔掉呼吸罩了 就要復活了 站起來了是不是 所以這就OK OK的 他可以續報 好 那我們來看觀眾朋友問龍達喔 龍達 這檔個股 我個人認為在籌碼面上並沒有特別的這個表現 因為其實 外資或者是大戶的部分 其實都沒有說連續性的買超 像外資 這種小小的買奇斯 我個人認為對股價的一個 主控性不夠高 那麼在千張大戶持股的比上也是一周升一周降 一周升一周降 一周升一周降 他也沒有連續性 我們希望籌碼是能夠連續性的增加 就讓成交量能夠連續性往上就放大 那這條線其實是20日的均線 月線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他連月線都沒有辦法站上去的話 我覺得這檔個股可能 他還要再花一段時間去做進行這個整理 對 因為他入於大盤 大盤那麼強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這觀眾朋友問茂順 他說茂順法人吃貨中能不能加碼 他的法人吃貨中只縮對一半 嚴格講起來應該叫做土羊對坐 土羊對坐 你只看到頭性了 對 因為外資持續在賣超 對 好像外資賣多少頭性就吃多少 就在做一個換手動作 跟你槓上就對了 對 跟你槓上了 但是其實我說從位階來看 我個人認為說他位階在低檔 而且現在他的股價又慢慢慢慢怎麼 往上盤上去這個月線 盤上月均線 所以其實他確實有這個打底的味道存在 所以希望接下來就看一下這個外資 他什麼時候能夠出現賣超縮手 或者是甚至這個所謂的氣暗投明 氣暗投明 氣暗投明 從裡面的賣方走來買方 那他的股價就有機會再往上去做個加速 所以這個也留一留他囉 對不對 好 非常謝謝薇泰 我們先回答到這囉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我們要請成哥幫我們選股囉 怎麼選呢 要選這個營收數字 很不錯的喔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下次再見